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4月27号周六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BC省最新民调显示 保守党第一次超过执政的新民主党NDP 怪不得一笔省长紧急转向 宣布在公共场合吸毒又有罪了 省民似乎已经厌倦了狂妄自大的NDP 自从NDP2017年上台以后 温哥华都会区的公园 医院、街头、儿童游乐场等等场所 就开始被吸毒者霸占 BC省卫生健康紧急状态 现在仍然在进行时 每年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继续不断飙升 温哥华都会区入室盗窃 商店公开偷窃的事件不断发生 街头公园杀人刺伤事件频频出现 省民们觉得社会道德沦丧 人生安全状况每况愈下 BC省居民宁可选择不熟悉的省保守党 也不愿意NDP再继续执政 为了咱们家庭自身的安全 小伙伴们拿出咱们的选票武器 谁能把NDP拉下马 就投谁一票 目前BC省各个党派支持率 保守党38.9% NDP36.2% 联合党15.3% 今年10月份一定要出来投一票 据央视网报道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假期 出入境口岸通关预测 2024年五一期间 全国口岸日均通关人数 将达176万人次 较2023年同期增长40.5%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道